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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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声地打出来 有时在宴席上从别人的盘子里取东西吃 他的这些生活习惯总是遭到鄙视 突围 1963年8月5日 美国华盛顿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和内阁大臣 有时正开会着 就会要求大家和他一起去方便 他的生活圈子中 一起共事的都是有身份的人物 可能他自己不在意这些 但是拉着别人就不好了 总之 从骨子里 约翰逊还是一个粗俗豪泛的人 突围 1963年 美国华盛顿 约翰逊总统 所以说可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是美国最不注意外带形象的总统吧 晚年的约翰逊任期届满 回到德克萨斯州他自己的牧场 过平静安逸的隐居生活 大部分时间则消磨 在牧场里的娱乐和消息之中 突围 1967年 约翰逊总统发表演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逊